12月27日 CBA常规赛第二阶段继续进行 北京首钢119比78大胜童西南篮 迎来两连胜的同时送对手12连败 这场比赛前三节童西表现不错 可以咬住比分差距 末节北京首钢打出一波流 直接带走胜利 第四节的比分是首钢38比6打爆对手 此一北京首钢12人登场 全部得分 数据统计北京首钢李木豪15分3板 范子明7分8板2注 刘晓宇7分 林书豪9分6注3段 翟小川11分7板 方硕9分8板5注3段 朱燕熙11分 雷蒙12分 吉布森24分5板 秋天6分 童西刘东6分11板3注 赵天忆4分 王子睿4分4板7注 爱德华兹4分6板 横一峰15分 赵百青8分 杨浩哲16分 高光镜头 林书豪上半场0分 但有5次助攻 其中助攻李木豪的空接爆扣 心领神会 非常精彩 林书豪上演回头望月 成功打成2 腰 也打开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得分账户 比赛回顾 第一节 李木豪篮下吃饼打进 爱德华兹抛头还以颜色 刘晓宇摘板反击一条龙打进 范子明捕篮得分 刘晓宇低手上进 刘东抛头得分 随后他两罚全中 李木豪也两罚全中 范子明助攻李木豪爆扣 刘东勾手打进 横一峰追身3分球命中 范子明空切打成2 1 杨浩浩泽打成3 腰 同西扳平比分 秋天两罚全中 随后他补扣很霸气 杨浩泽和吉布森连续两罚全中 秋天暴扣 李鸿汉命中3分球 雷蒙抛头得分 赵百青压绍补篮成功 首节战霸 北京首纲27-24同西 第二节 方硕命中3分球 吉布森三罚全中 杨浩泽压绍3分出手轰进 吉布森3分球还以颜色 紧接着他反击上篮得手 王瑞不讲理3分命中 雷蒙外线回应 翟小川两罚全中 翟小川篮下吃饼打进 横一峰和刘小宇命中3分球 李木豪两罚中1 横一峰3分球连续轰进 李木豪大帽爱德华兹 林书豪助飞李木豪报扣 翟小川上篮打停对手 翟小川和刘东对着得分 赵天忆打成2 腰 田宇翔换手上篮得分 王子齐报扣 上半场结束 北京首纲56比45 领先同西南篮 第三节 横一峰跳投得分 赵天忆欧洲不上进 翟小川两罚全中 孙荣孝打成2 腰缩小分叉 赵柏青命中3分球 林书豪2 腰稳定住局面 赵柏青外线在中 范子明两罚全中 林书豪追身空位3分投进 王子锐抛投得手 杨浩哲干拔得手 朱燕熙还以颜色 孙荣孝和吉布森两罚全中 雷蒙勾手打进 爱德华兹捕篮得手 方硕和朱燕熙连得4分 吉布森扩大领先优势 王兴旭和杨浩哲先后两罚中一 李牧豪两罚全中 王兴旭篮下吃饼成功 三节战败 北京首纲81比72领先同西 第四节 吉布森命中3分球 雷蒙吃到技术犯规 王兴旭为体 李牧豪和方硕连续罚球得分 方硕突破上进 朱燕熙轰进3分球 首纲一波10比0打停同西 吉布森跳投再重 王瑞上篮为同西得分 朱燕熙和李牧豪连续砍分 秋天大冒王瑞 之后北京首纲保持领先 他们成功拿下胜利 两队首发阵容 北京首纲 李牧豪 林书豪 刘晓宇 范子明 翟小川 同西南兰 王子瑞 横一峰 刘东 爱德华兹 赵天意 赵天意